1月29日 有网友晒出了在尼泊尔偶遇李连杰一家的照片 令人没想到的是 李连杰竟然带着妻儿一起礼服朝拜 还意外曝光了励志的最新近照 因此引发了网友的热议和围观 李连杰带着妻女和大师合影留念 几人笑得十分开心 李连杰穿着黑色羽绒服 戴着棒球帽 看起来相当的干练精神 脖子上的佛珠分外抢眼 想必她是真的时刻都在前程送经理佛吧 不过这并不是重点 重点是站在角落的立志 变化真的是太大了 久未露面的她 整个人抱瘦一圈 不仅剪了短发 两颊更是受到凹陷脱向 笑起来嘴巴有点怪怪的 手上的皮肤也是松弛褶皱 直接老成了农村老太太 和以前的她相比 简直就是判若两人 而在大师演讲的时候 立志听的也是十分的认真投入 想来也是受李连杰多年的影响 成了正式的佛门弟子了吧 不少网友看了后 纷纷惊讶直呼 妈呀 这确定是立志 怎么老成这样了呀 你不说我都不敢认了 这夫妻俩咋回事 别人在一起都是越来越年轻 他俩怎么是断崖式衰老啊 感觉李连杰一直徘徊在寺庙里 每次还拉着女儿 不准备让女儿单独发展了吗 说起来 李连杰自从隐退娱乐圈后 一直都热衷于佛法的钻研 每年在尼泊尔 欧洲都有常住 除了吃住都在寺庙外 还会和大师比肩交流 小日子过得十分洒脱而惬意 前两年 李连杰还高调为妻子立志轻生 一家四口的全家福罕见流出 当时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只是当时的立志 还是长发飘飘 虽然昔日的容颜不在 但状态还算不错 再看看如今 精细对比容貌大变 实在令人唏嘘啊 值得一提的是 李连杰为了女儿的教育问题 15年前就加入了新加坡国籍 目前一直带着妻女在国外生活 女儿从小接受中英双语教育 学习成绩相当的优秀 大女儿Jane就读于哈佛 小女儿Jada 也毕业于美国知名高中菲利普斯学院 再加上姐妹俩出众的颜值和身材 这让李连杰颇为骄傲和自豪 只是Jada曾患抑郁症 李连杰和妻子忧心不已 大概这也是为什么 她会坚持让女儿一起修行的原因吧 日常也不难看出 李连杰给了励志两个女儿名媛般的富二代生活 出门随手都是飞机游艇 但对黄秋燕的两个女儿 明显没有那么上心 似乎联系也没有那么平凡亲密 同一个爸爸 待遇却天壤之别 属实令人心酸 不管怎么说 祝福李连杰励志 老年生活洒脱滋润 能始终如一地宠爱励志 看来两人确实是真爱 据说李连杰为了以防万一 已经给励志交代了后事 不知道亿万家产的分配 会不会有原配两个女儿的份额呢 李连杰可以说是一个被外界造谣 死亡次数最多的明星了 如果换作其他人 或许早已各种律师喊满天飞 让造谣者付出沉重的代价了 可偏偏李连杰看到一篇 又一篇的死亡报道 一点也不觉得生气 反而怂怂间一笑而过 心胸如此宽广 或许也只有李连杰能够做到了 此前在台北推广新书 《超越生死》的讲座上时 李连杰自曝 曾经为了练出强壮肌肉 减少体质 结果元气大伤 拍戏时直接昏倒 吓得他再也不追求六块腹肌了 众所周知 娱乐圈里各种诱惑甚多 李连杰能够在事业高峰期时 选择了急流勇退 回归家庭 可谓是相当难得了 有多少明星夫妻 看似表面上十分恩爱 实则感情早已名存实亡 甚至个玩个的 但李连杰和励志之间 可以说是真爱 尽管李连杰这些年 背负了抛弃弃女的骂名 但真相并不像网传那样 李连杰也没有对前妻的女儿们 不闻不顾 之所以遭到一些网友的痛骂 只是因为李连杰割舍黄秋燕这段感情 确实表现出有点简单粗暴 故而被人添油加醋 大肆宣传歧视复兴汉 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作为国际巨星的李连杰 只要他愿意大可以左拥右抱 但他却唯独迷恋励志 而且两人结婚后 从未闹出任何绯闻 这足以证明李连杰并非花心之人 也许他和黄秋燕的感情 一开始就是一个错误 李连杰曾在节目上称 为了励志他可以不要名 不要力 甚至可以为他而死 如此慷慨激昂的话 一般明星很难当众说出这般心声 可见李连杰的确很爱励志这个女人 这或许就是所谓的 英雄难过美人观吧 如今的励志也开始优雅地老去 两个女儿也十分优秀漂亮 虽说小女儿Jada 从小饱受抑郁症的困扰 但也算幸运 在父亲李连杰的帮助下 Jada也开始虔诚礼佛 最终打开了心扉 让自己快乐起来 年轻时的李连杰 享受过名利所带来的快感 如今晚年能够看待一切 家庭幸福和睦 也算是一个大赢家了 11月29日 前几天刚辟谣死讯的李连杰 录制某访谈节目 节目中李连杰透露 自己拿着高片酬 但是他感觉自己 找不到生命的意义 称有钱没用 还透露 已经向太太立志交代后事 不立悲 也不办丧礼 前几天 李连杰宣传自己的新书 超越生死 一开口 就用诙谐幽默的方式 辟谣了网传他去世的消息 这个话题 刚好也很符合他新书的内容 当天李连杰的状态很好 还透露了自己的身体状况 称自己 曾被误诊为癌症 之后才确诊是假抗 现在每天都需要吃药 李连杰为了宣传新书 还录制了一期访问节目 节目中 李连杰更是语出惊人 自曝已经向太太立志 交代了后事 李连杰最近几年 并没有新作品上映 他透露自己这些年 一直都在潜心修行 他表示 现在他把每天都当作是最后一天 只有这样才能珍惜每一天 李连杰自曝自己的片酬 曾是华人明星中最高的 虽然拿着华人明星中最高的片酬 但是他却一点都不快乐 每次拍完一部新片他 都会感觉得很失落 情绪极度地消沉 这样的生活让他觉得找不到生命的意义 让李连杰的生命发生转折点的 是他和家人度假时遇到了海啸 李连杰回忆称 当时他和家人一起在马尔代夫度假 海啸一瞬间就向他们扑面而来 当时他根本救不了他的家人 就连救自己都很困难 这时他才感觉到生命如此的渺小 他解决不了海啸 他的功夫也解决不了海啸 他坦言有钱没用 有名、有利、有权、有势都没有用 在大自然灾难前 都一样平等地走了 那次海啸让李连杰感悟很深 此后李连杰便放慢了脚步 很少出现在公众视野中 此前他曾表示 已经把自己的20亿财产 交给天台励志打理 酷 蛋 儿